好,磁鞋的比较扁,扁扁扁,然后扁,这边有飘荡一下,停顿,然后点呢,是斜的,一个点,两个,点,抬高,收紧,马上缩短 这个字看起来比较淡漠,虽然当时的纸不太吸水,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点深深浅浅的感觉 深深浅浅就是那个比的干湿浓淡,这个字应该看起来比较浅,那你就不用去沾沫了 我们在沾沫的时候也要是要考量银铁的自铁,它是干或是湿浓或是淡,这都要算好,这个地方是顶上去的,顶上去的撇下来轻轻的,然后这伸的很长,你会发现,其实这一笔一般人不会伸这么长,但是方庭间就不染了,特别长 叶感觉比较饱满,好像水比较多,那你就让它水多沾一点,记得这要铺开才会饱满,这也是要铺开,铺开它才会看起来有点饱和度那种水涨出来的那种效果 虽然它没有晕开,但是总是有涨出来的效果,这都向中间挤压,让中间这一段叫中宫的空隙特别的紧特别的紧,然后又开始来抖一下往旁边拉 好,刚才的液啊,这个撇那拉得很长,就像水一样,那我有提到说,如果不知道该什么配合,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把它当成石头 就当成一个石头,一个小小的斜斜的石头,它这种不张开的我们当石头,张开的我们当水流 这样子你就会有两种表情嘛,因为有时候讲的那些空洞的术语啊,你也不晓得怎么表现 那我就把它具象化,这个就是石头,这石头一颗一颗一颗,上面是水流,流过一堆石头 鸣,鸣就是左边有一颗小石头 左边小石头,那右边呢,右边比较窄的河流 窄的河流,拉的瘦瘦长长,这河流窄非常的窄,河道缩减 那中天还有几颗石头,然后有时候还有树枝 然后这个,有时候还有一些阻碍,树枝的阻碍,那石头还有小石头 大石头,更小的石头,大的石头,每颗石头长的都不一样 这个感觉硬要挤进去,那我们倒觉得它写得快了一点 所以下面感觉没对准,不过他也觉得无所谓 有时候大叔啊,这样有些怪屁啊,写错他也不怕你 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流到几百年,几千年之后 那根本不知道啊,你知道你的智慧流传几元啊 不会啊,没人知道,他大概也没想到这一片会流下来 很难讲 所以有时候有点瑕疵,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很在意 不过在里面要在意的是,它有大小,因为它比较小,那你就要写窄一点 写小一点 好,倒小,这个墨看起来比较重啊 倒置墨比较多哦 这里有翻折的形形,这边远转 下来以后拉过来,抬过去,抬上去 点压地,树化起比抬高啊,下来又抖了一下,往旁边送出 这个小看起来比较干燥,写的比较大一点,比上面那个字大一点点 好,横化,翻折 这个字还是有点斜度哦 然后,这边的是先写 这个,抬上去 横化 横切再下来 过来以后,带上来 有点弧度,抬上去 交错 下来 交错 注意中间的密度,我要密 这边有弧度,抬上去 翻折,飘逸一下 起比,放轻松,往旁边轻轻的拉开 好,旋跟小看起来都比较干一点 出道器,折 翻折下来 点点 左边伸长 这边收紧,收紧把它显密一点 好,逆风,抬过来 斜切,拉长,放松,甩下来 这边再收紧 这边点画特别多,收得特别的紧 然后下面这里,注意这个点 这个点是要躺平以后再往上走 躺平再往上走,这个动作要做出来 然后这里滑过来 然后这里滑过来 挤压 有点破破的感觉 点 往下带 然后这个墨看起来比较饱满 然后左边这个笔画比上面那个横画更长 然后更饱满 然后更饱满 但是,树瓦呢,树瓦是靠右边 所以左边看起来特别特别的长 那扁呢,放轻松,不要冲出去 点呢,还是保持圆劲 香呢,要保持它习惯斜窄 横画出折下斜窄 这个比一般树瓦家来的窄 所以它中宫偏窄 也受到了柳公泉的影响 想看,这是逆风 所以比有点破破那种感觉 左边又要伸长了 然后这个该,左边伸长 然后注意一下,跟上面比 它也还蛮长的 不比上面那个短 那个波浪还是要 波浪甩一下 这个撇就写的很帅 它很少撇这么帅 但是柳公泉经常如此 很多人喜欢跟它受柳公泉的影响 其实多少都有啦 确实啊 到这里 看到了 那些反正的影响 那些反正的影响 是有点不忍耐力的 而我们就在这个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 就是说 有点不忍耐力的 大概是有点不忍耐力的 有点不忍耐力的